这13岁本该是天真无忧的花季年龄 可是一个13岁的少女 竟然被自己的四川老乡骗到了东莞 被迫从事卖淫活动 而且这个老乡竟然还是他的学长 5月5号晚上 东莞中堂警方接到一个男子的报警 说他13岁的侄女 被诱骗到了中堂的一间酒店里卖淫 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希望警方能够尽快解救 而被解救出来的小军告诉警方 自己是被老乡邀请到东莞来玩的 并且还汇了300元钱给他 因为这个老乡还是自己的学长 所以没有起疑心 可没想到竟然掉进了魔窟 我设了这家天好酒店 就是年仅13岁的小军 被自己的同乡骗到这里进行卖淫活动的场所 而中堂警方在前天将它从这里解救了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酒店已经被木板封住了 暂停营业 我们看到酒店门口大大的红纸黑字 写着内部装修 可我们再往门板后面一看 却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封条 看来这家酒店是怕封条落在外面名声不好 难道您过几天还想继续重操就业吗 而附近的街坊也是对这里的业务直言不讳 看来这里不单单是解救一个被骗少女的问题 而是酒店甚至整个地区的色情行业都要加强打击了 好 好